这里是黑子的吃播 今天我们吃的是炒鸡排 思前想后这个炒鸡排没有拍过 好像也没有吃过 在我点的这么多外卖以来 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盘子 这个基础款就是两人份 两人份136元 口味分为不辣的 一点辣的 中间辣味的 比中间更辣的味道 非常辣的味道 我肯定点的是不辣的 但是它是红色的 这里面主要有土豆 卷心菜 炒年糕 这个黑色的是苏籽叶 所以这个炒的这里面 有很浓的苏籽叶的味道 它依然给了这个臭萝卜 这个萝卜特别的臭 蒜 辣椒酱 生彩 这萝卜真的真心的臭 我觉得好像 看不出来 已经看不出来 是这种蔬菜还是肉 但是它中间夹着肉 有点凉了 黑子吃的是鸡排 炒鸡排 真的不辣 因为这是两人份 所以它给的生菜还很多 下面还有苏籽叶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鸡肉 嗯 并不是很多 还没有一只鸡的量 我觉得 黑子前面没有提磁器的 没有没有 是我 自己想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配米饭吃的吧 但是它没有给我米饭 这个 蘸不蘸这个酱都无所谓了 本身味道也很重 让我们试试两个蔬菜放在一起 你们觉得这个两人量多吗 划算吗 哦 蒜好辣呀 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配上米饭会更好一点 这个蒜是应该放进去 还是直接就吃啊 不懂 就这样吃吧 全是土豆看不到鸡肉 这就是鸡肉 长得也跟蔬菜一样 都吃完了不会腻吗 现在觉得还好 但是一会儿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们不觉得是有点像那安东鸡吗 蔬菜是不太够对吧 但是这是两人量的蔬菜 这一口没有肉 只吃年糕而已 说实话 这里面的鸡肉并不是很多 可以用很少来形容 我觉得它不如 那个一份安东鸡划算 这个一口并不是很大 你们觉得很大吗 而且并没有包很多东西 你如果真的走呢 你爸会打你啊 今天直播到黑子吃完 就剩两种生菜了 那就和在一起好了 这一口吃得丰富一点 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大口 这口倒是不小 我很担心在我咬的过程中掉下来 好热的感觉好多了 土豆怎么吃起来像地瓜一样 好甜 有位朋友说 没吃饭没洗澡没洗头 我在这里看直播 那你很难受啊 黑子吃完了 剩下这点 我觉得 一定要配点米饭才能更好吃 好了 黑子就暂时先吃到这里了 剩下的就 留住明早的早饭了 希望你们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投币 我是黑子 拜拜